中美元首会有个对话 拜登昨天透露 说未来几天内就会跟他通话 昨天就传出他确诊 但其实昨天传出这个消息 都未能刺激港股表现 就是说元首对话那样东西 因为大家在看内房那件事 都是继续发烤 当然大家都会说 不如等一等 他的对话会不会有什么消息出到来 另一方面就是后市关键 当然是看美国联储局议息 刚才也有说过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等好 还是怎样呢?港股可以有什么操作? 暂时我想如果可以争气再等一等 或者再看定一点才做 因为虽然你说真的 现在大家都很极力在市场找一些好消息 就是刚才看到 可能连中美的对话 都想是一个好消息的反映 因为最近太多负面 是的 没想到负面 真的太多负面 所以不断想找一些好负面 然后联储局议息 再调一些上去 但是始终这些所谓的好消息 其实对市场的力度和帮助力是有限的 因为今次你说的对话 我想大家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你问10个 我想8个都知道 不会有什么达成得到的了 也不会透过电话 可能半个小时 20分钟 跟你说什么都没有了 好朋友 好朋友 一定不会这样的 所以会有什么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对话 但当然了 有一对话好过不对话的 所以会有点正面一点 但是不止令市场有很大的刺激 除非真的跌散到很有实际的效果 到时真的没办法 一定会夹的了 但是我想这个机率也会偏少 就是在直播率来计算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说 因为觉得有对话 市场可以重新看得很乐观 还有我想除了这个对话的事件之外 刚才Rin也说的 其实你再数 影响香港的事情是挺多的 虽然未必说全部一定是很负面、很悲观 或者一定去到很差的结果 但是始终这些事件未太明朗 不能够令大家太放心 一来内房真是不知道 就是那个烂灭楼事件 以至内房部份令到债务的事件 有没有继续发酵呢 真的要继续看下去 虽然刚才我刚才也说的 最终我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很差的结果 我觉得机率很低 因为一来内地也不希望 对经济冲击很大 现在才出这些事的话 但是怎样去救、怎样去解决 什么时候去解决就真的不知道 没有答案 所以这件事会继续困扰着市场 令大家都不太敢去入场住 二来刚才提到的就是储局意识 虽然现在大概都觉得应该加75了 你跟之前的储局那些 布拉德、玉勒说话也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又真的很难说 这几晚大家被你改变 真的不知道 而且就算今次加75了 之后的路线和方向是如何 也要看会后的声明和所有的事情去看 所以我认为只在短期的短期 也有这两个人去看 而另一边可能是香港自己 我想近日讨论最多都是 银行结余的下降速度 是很快的 近这个星期是跌得十分之快的 所以这个又会令到大家本身觉得 9月或者第四季香港才加息的时间 可能有没有机会退前呢 因为你这样每日接百亿 其实很快就一千亿 所以这些都是会影响着港股 所以其实你暂时索下就 未必说全部很悲观 但是真的不会说很乐观地 觉得市场可以有什么很大升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想暂时的市场 应该还是继续反复住的了 可能像今天或者过去几天 暂时挡回了两天 但又好像昨天突然挡回了一天 即是离去都是这些位置 你看到近期不断在20,07万 这些是穿插的 但是我觉得当然 你说由上月底的高位22449 其实跌至近日 2021年都跌了超过2200点 其实不是一个小的就自己的幅度 所以我想除非刚才说的事件 是再出得来是比较差 否则我想大跌就未必会的 但是真的暂时就欠缺一些向上的诱因 还有你捏香港港股的成交 即是昨天 当然也不知道是否算是好 上百千亿 但价格是比较少 但价格是比较少 所以我想整个市场的成交 都是命宿了 所以对于市场的方向 不是太多 所以虽然不至于太谈 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方向 或者没有什么好东西去炒的时间 刚才说的就是如果部署上看 就尽量等一等 就是如果你不是太多 或者不是那么手行 一定要进场的 其实就先观望一下 我想也不需要每天都要参与下去 我想如果这样跟赌是没有分别的 但我想可以等下 譬如下跌近之前 例如202万 或者是有机会再低下跌 例如下跌近2万 那些位置才去买 我想坐下偏中线一点 可能看年底的 其实就会好一点的 因为年底我觉得暂时对港股看法 就没有什么改变的 都是有机会见到两万三千 两万四边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可以低一点 才慢慢去部署 会比较合适一点